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家用办公定位的小型主机 与市场上欢利胡哨的主机外观配置不同 这样简单的外观设计虽然更耐看一些 但也显得相对普通 而相比它质朴的外观 我更感兴趣的是它的内部设计 大家都知道 平时使用电脑的时候 不管是加装硬盘 内存 又或是对主机进行清洁修理的时候 都比较麻烦 又大又重 而这对动手能力不强的同学 真的是一种折磨 而这台碉堡T09 我觉得设计上最具亮点的地方在于 它的异彩解形 无需借助螺丝刀 就可以拧下背后的两颗手拧螺丝 打开外壳 按下这个地方就可以打开盖板 一共三个步骤 整个主机的全貌 电源 主板 散热 内存 就能一览无余 盖板后方还加装有一个硬盘位 方便用户扩展储存空间 虽然目前M.2固态硬盘已经成为主流 这台T09也提供了512G的标配 不过对于那些有很多资料需要储存的用户来说 传统的3.5英寸机械硬盘 古一是后期扩展储存空间的首选 而这样的设计 在打开盖板 更换内存硬盘的时候就会很方便 这个设计就很有灵性 对于那些新手小白用户来说 就会友好很多 换内存和硬盘就会变得相对简单一些 虽然外形并不是我这种颜值档的菜 但相对简洁小巧的机身 加上方便的拆解设计 应该能戳中不少实用档的点 实用性不错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 D09配备有显卡插槽 根据官方资料显示 它可以提供选配最高GT1030的独显 而对于喜欢DIY的同学来说 考虑到这款主机的内部散热空间 以及电源功率的限制 我们还是不建议自己手动升级 更换更高规格的显卡 毕竟它的定位也不是性能发烧之类的产品 接下来就该聊聊它的耐用性了 官方宣传的是军硅级的产品质量 配合罚手自家100%固态电容主板 通过了振动 冲击 高低温等环境的测试 这么牛逼轰轰的介绍 产品质量到底行不行呢 整体体验下来 整机的做工和用料还是挺扎实的 全金属机身让整机分量感十足 主机满负荷运载下 最高温度在72度左右 风扇声音基本听不见 表现还是可以的 但是全金属机身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信号 这还是在连接我的蓝牙键盘的时候发现的 大家都知道全金属机身会屏蔽信号 对信号的传输非常不利 所以厂家为了解决信号问题 给全金属机身设计塑料天线 就是这个道理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 就一直默认使用 直到我连接蓝牙键盘的时候 死活连不上 确认了键盘并没有坏掉 那就是主机的问题了 唉 忙活了半天才发现 原来包装里除了附送一套标准键术以外 还附带有一个天线接收器 好家伙 藏得真身 接上去之后 完美解决信号不好的问题 蓝牙WiFi都没有问题 各位主机用户 如果遇到类似的信号问题 也可以通过外置天线解决 最后就应该接受它的够用了 大家都知道 一台主机的性能 是直接决定它能服役多久 作为关键的因素 也是够用环节的重中之重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配置吧 CPU采用的是i5-10400 6核2.9GHz 了解电脑的同学 应该都对这个U不陌生 整体性能不低于i7-8700 略低于8700K 受到许多预算不多的同学青睐 主板采用华硕 H410芯片主板 内存为美光8G DDR4 频率为3200MHz 不带独立显卡 采用英特尔自带核显 存储有为美光的512G固态硬盘 测试的读写速度分别为 534.49和473.8Mps 娱乐大师刨分58万左右 这样的性能 对于一台清娱乐 家用办公的PC来说 应该算是非常够用了 不要说日常办公不在法下 即使是应对一些 例如修图 轻度视频剪辑和制作的需要 它都能满足 说到这里 可能一些想求父母 给家里过置学习电脑的学生党 想偷偷问一下 它的游戏性能 毕竟学习娱乐两步 才能更好的学习 是每一个还没有经济实力的同学 都会给家人解释的道理 而买一台家用学习主机 是他们仅有的选择范围 对吧 小鸡链鬼们 好吧好吧 其实碉堡T09的游戏性能并不弱 类似Lualu Dota这种类型的游戏 运行起来还是非常轻松的 但是想要流畅的运行3A大作的话 你还是先去问问你爸爸这句话 爸爸爸爸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3080啊 我要买一个 如果你能身体健全的走回卧室的话 你可以考虑一下更好的选择 走远了 这样的性能足以应对购用的需求 在可连接性方面也没有任何缩水的地方 前面配置了4个USB 3.0接口 开机键 音频接口 后面有4个USB 2.0接口 一个DP 一个HDMI 和一个VGA接口 最高支持4K分辨率的视频输出 连接三代显示器也不是问题 下方配有一个网线和一个电源接口 再也不用担心接口不够用了 总结 碉堡T09作为一款面对家用 轻娱乐轻办公的小型主机 在使用耐用和购用性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易拆解的外壳也给这台主机加分不少 不错的性能表现和整体扎实的用料 让这款T09在我看来 仍然是一款合格的家用办公主机 但相对平庸的外观 加上3999元的售价 和市面上相同价位的DIY主机相比 并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 并不适合游戏导 和一些对性价比有要求的同学购买 但想来购买这台电脑的人群 又有怎么样的需求呢 一台给家里中老年人买来上网娱乐的电脑 一台买给孩子学习的主机 一台办公室里性能够用 质量上纯的PC等 咱们买电脑 看重的不一定是性能和价格 希望的是稳定可靠的性能输出 足够好的质量和售后 可以保障较长时间的使用不出问题 而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 T09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清点科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